我是廣東人 我享受跟我祖母一起生活 他每次講到孫中山先生都講孫大炮 因為那時候他在鼓吹革命的時候 就一直不停的給老百姓灌輸這新觀念 那時候就是滿清政府的那些官員 他可以就是說因為是滿清的滿人 他去統治華人 所以華人會被壓… 統治漢人 被統治漢人 所以漢人的生活環境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他那時候鼓吹的觀念可能就是 老百姓都是平等的 讓老百姓能夠真正的獨立自主的生活 我想那我的祖母 我是一直記得聽你們各位這樣講 在回憶到我小時候的 我的祖母稱他為孫大炮 所以後來我們稱為他國父 可是在我祖母那一代人的觀念 他是這麼稱呼的 所以他的這個廣義或狹義的革命 我想他通通都有 他不是說只是去狹義的革命 他也有把他的理念 教導一般的老百姓 他不停地去宣導他的理念 讓老百姓明瞭 世界的局勢是怎麼樣 那時候是封閉的 都被滿清政府封閉在一個範圍裡面 都不會揭露到外面 三文主義都包了 對 三文主義都包了 對 法人家的狹義都包在裡面 對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 聽到各位前輩講的我也學習蠻多的 也會讓我回憶到我小時候 從我祖母那邊聽到的 就是這樣 謝謝 各位我要不要再補充一點點 今天這個格 你看 這個我們中國的改朝皇 遼遜禦 周公孔子 憨唐宋 袁明慶 袁明慶 你看看 多少代了 現在共產黨也把這個共產黨推翻掉 所以這個革命永遠沒有 我沒得完的 這個Revolution是各國家也在做 可是Evolution是我們人類的一個進化史 變不了的 天然在變 天然在變 所以我們是人類的這種生活方式 這種品質的改進 科技的改善 科技的這個發明 永遠在變 所以你天然在革命啊 我們現在正是天然在革命 我自己做的這個不好 有的人希望打個麻將牌 現在這個幾點 在八九點鐘呢 那還沒打完 一天打了十二點 知道嗎 那有的人他不希望打麻將牌呢 他喝酒 對不對 幾個朋友在一塊喝喝茶 滿好的 所以也在改善事情 你看所有的那種健康食品 都是在改善的 就是在革命啊 告訴各位 今天我們這個人類自然進化的這種科技啊 坦白跟你講啊 我們這個特別是在現在 好嗎 好嗎 可以 吧 感谢观看